大家好,歡迎來到MILA的Facebook Live 我是Owen 我相信大家之前都有看過我們Facebook的直播 我們的直播之前都是為主食的主題 接下來我們會多分享關於家居護理 一些Home Care的小提示 疫情的關係我相信大家都會特別注重衛生 也多了很多人買吸塵機 在買吸塵機的時候大家都會有些考慮 可能是怎樣收納它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需求 女士們可能會想想省力一點 又想吸力又好一點 男士們又可能想外形好看 或者可能想拿下去吸收它的車廂 都有這些需要 究竟有沒有一部吸塵機可以滿足我們這麽多的需要呢 其實我MILA最新推出了TRIFLEX的無線吸塵機 這部吸塵機最大的特色是可以一機三用的 以下我會示範一下我們的吸塵機有哪三種模式 我們現在立即開箱了 首先我們看到第一個吸頭就是一個層門吸頭 另外配置了不同的吸頭 一個掛牆的配件 一個掛牆的配件 我們的手柄 一支吸塵管 一支外支的電池 一個特大吸頭 還有我們的主機 還有一個放置吸頭的阻礦 現在簡單為大家組裝我們的吸塵機 首先把我們的電池插入我們的主機 再把它插進我們的特大吸頭 然後我們再把我們的吸塵管 和我們的手柄插進去 就已經組裝成第一個模式 我們的座地模式 大家看到這個座地模式 看到它可以獨立站在那裏 其實我們可以隨便放在不同的位置 隨意收納 可以這樣擺 或者可以擺去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可以 我們現在就馬上試試它的功能 我們在一推一拉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其實 一些我們看到的碎屑 很骯髒 可能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掉了一些東西在地上 我們看到的也很輕鬆地吸塵 大家看到我們真的很輕力 一來一回就推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在吸一下的時候 突然間有些東西要處理 可能我們要處理的時候 就是聽電話處理的東西 我們也可以放在這裡 去處理我們要處理的東西 就是聽電話等等 其他東西都是的 很多時候女性 就更加適合用我們這個模式的 大家會見到我們的主機 我們的電池其實都在底部 重量在底部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更加省力去吸 我們推前推後也不需要用太多的力 好 我們吸完我們的地板 我們以前可能有一些洞洞洞洞 可能梳化底的位置 是需要再去吸的 我們現在也可以試一下吸的 糟糕了 頂住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Triveless可以轉換第二個模式 Triveless一機三用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轉換第二個模式 就是我們的掛牆式 首先把我們的吸管和我們的手柄分開 再把手柄插進我們的主機 把主機拔起 然後就可以把我們的吸塵管 安裝在底部 我們就是很簡單地完成了我們的一個轉換 我們的主機在上面的時候 其實吸塵管就好像在下面伸長了一隻手 將我們以前跌不到的地方 其實現在就可以很輕易地伸進去吸 剛才也有說過關於坐地式的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隨意地安放 但是如果我很想把它掛牆 或者很喜歡掛牆 覺得很好看 也可以配備我們本身有一個掛牆的配件 只要把我們的配件 掛上牆 釘上牆之後就可以把我們的Triveless 掛上去 我們現在就可以吸完我們的地板 又吸完我們地面上的一些髒東西 就算是洞洞洞洞 都是屬於地板的 以前我們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爬高爬低 比較高的位置 我們要吸的時候 其實就很辛苦 又有危險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配備不同的吸頭 去幫助我們 我們現在可以換了一個吸頭 我們換了一個細長扁身少少的吸頭 去吸一些我們以前很難觸及到的地方 這樣亦都可以很簡單 伸長隻手 這樣就代替我們的手 不需要爬高爬低 就可以吸得到 好,我們試了兩個模式 我們現在就可以轉換第三個模式 只要把我們的吸塵管 只要把我們的吸塵管 拆開 然後大家就會見到 我們這個位置比較靈活 我們整個機身其實很靈活 很細的,很短身的 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方便 隨時隨地拿出來就可以用了 再配合不同的吸頭 如果我們有些碎屑掉在我們的梳化 一些傢俬 就可以很輕易吸得到 另外也可以配不同的吸頭 例如是一個塵滿的吸頭 這個塵滿吸頭 其實是有一個特別功能 我們可以拍打它的 是有一個拍打功能 這個拍打功能 其實對於我們一些床褥 或者一些梳化 其實它可以拍打起我們床褥和梳化的塵滿 令到我們吸塵機更加容易吸得到它 我們只要安裝 如果家裏有養寵物的朋友 這個拍打也能幫到手 如果家裏我們的寵物 如果脫掉毛的時候 也可以透過這個拍打 幫你做一個吸毛的動作 當我們吸完我們的家 看到我們的Triveless這麼靈活的時候 其實當我們聯想到 可以拿到我們的私家車那裏 做一個簡單的清潔也可以 所以就不用特地再買一部小型吸塵機 經過剛才一些簡單的示範 Triveless也很靈活 靈活到可以幫我們做很多不同種類的清潔 在買機之前很多時候都會考慮 除了它是否好用之外 就是它是否耐用 Triveless本身就是德國原廠製造 亦經過嚴格的品質測試 內用程度都有一定的保證 而這三個型號也是可以一機三用的 我們的一機三用就是指 剛才我們有示範過的一個座地模式 一個掛牆模式和我們的手提模式 剛才我們用的那部就是一個Cat&Dot的型號 這個Cat&Dot的型號本身就配備了一個塵滿的吸頭 塵滿吸頭和剛才我們示範一樣 就可以拿來吸收一些本身家裡有養寵物的朋友 或者很想除塵滿 亦都是方便使用的 另外我們都有一個Pro的型號 我們Pro的型號本身就配備了兩個外置的電池 而這兩個外置的電池在指定模式下 最常可以使用120分鐘的清潔時間 如果有需要長時間去繼續吸塵的話 我們Pro的型號就非常適合了 我相信大家都對我們TriFlex有基本的認識 如果想知道多些關於我們TriFlex的一些資訊 詳情可以留意我們的Facebook 或者我們的官網 可以拿回一些不同的資訊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今天的直播時間就到 拜拜